朱棣之反的风险其实是能够规避的 明太祖最后的三生来否 早就揭示了他的安排 可惜朱允文太纯 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局面 朱元璋的安排是什么呢 三生来否究竟有何目的 今天穆怡君带大家走进明朝 看看静难之意背后的故事 明朝皇帝中 朱棣能被后世津津乐道 是因为他靠自身实力 完成了命运大逆转 藩王最终战胜了帝王 从各方面来说 朱棣都不占优势 建文帝手上有财力 兵力和精炼装备 最后还是没能抵挡住朱棣 对于朱允文的失败 有些人将其归咎在朱元璋身上 要说朱元璋一点责任也没有 那是不可能的 毕竟朱元璋生前将有实力的大将 都斩杀光了 以至于建文帝在对抗朱棣的时候 没有大将可用 还有一点就是 明知道朱允文有缺陷 朱元璋还是固执地将其扶上了皇位 再有就是 朱元璋不够狠心 帮孙子朱允文 除掉了实力强劲的大将 却没有为他消除藩王的威胁 所以才让朱棣有了反叛的机会 朱元璋生前当真没有思考过 自己就藩在外的儿子们 将来会威胁到孙子朱允文的皇位吗 朱元璋如此精明的人 怎么会想不到呢 只能说还使朱元璋心软了 还有就是他没有判断准确人性 朱元璋的儿子众多 最看好的是敌长子朱标 除了朱标呢 他没有想过让其他儿子继承皇位 朱标作为太子也作为大哥 确实有实力成为大明的接班人 朱标做太子期间 弟弟们和大臣们都心服口服 朱标是有能力将大明治理好的 将来是朱标坐上皇位 没人敢反叛 但是朱元璋没有算得过老天爷 他最看好的儿子英年早逝了 朱元璋看着死去的儿子 内心悲痛万分 朝中大臣们都以为 朱标去世了 朱元璋会在剩下的儿子中 选择一位接班人 可能是对朱标的执念 朱元璋并没有选择其他儿子 而是选择了孙子 将朱标最年长的儿子朱元璋立为皇长孙 想培养一个低配版的朱标 朱元璋作为皇位继承人 其实是不够格的 朱标身上的优点 他就只继承到了善良人后 论打仗 朱元璋从小生活在温室中 根本比不过旧藩在外的皇叔们 论身份地位 他是一个小辈 论资历 他在朝中没有任何威望 朱元璋唯一的优势 就是朱元璋对他的支持 朱元璋在世时 他的地位没人能动摇 但要是朱元璋去世了 朱颖文就是一个弱鸡 这些道理 朱元璋自然也是知道的 所以他在世时 便亲自教导朱颖文 教他怎么处理朝政 怎么应对困难 朱颖文也努力地领悟着 希望自己将来 能够掌控大明的局面 朱颖文被立为继承人 朱元璋那些旧藩在外的儿子们 是什么想法呢 对于手握兵权 且有野心的藩王来说 大哥朱镖在世的时候 他们争不过也不敢去争 大哥朱镖病逝后 父皇选了一个 还没长大的小孩 有实力的藩王们 心中肯定是有些不服气的 虽然他们不服气 却是敢怒不敢言 因为父皇朱元璋还在 野心不能暴露出来 不然招来的就是杀身之祸 对于皇叔们的威胁 朱颖文是非常担忧 自古篡位夺权的例子数不胜数 朱颖文每次看到 都会想到他那些旧藩在外的皇叔 对于藩王的威胁 朱颖文也曾经询问过 爷爷朱元璋该怎么办 他的问题让朱元璋非常震惊 但是朱元璋没有直接给出 朱颖文答案 而是反问他该当如何 朱颖文没有料到 爷爷会让自己说应对之策 他在思索片刻后 想出了一个权衡利弊的答案 朱颖文说 面对藩王们的威胁 首次呢要用德行感化他们 用理智规范他们 如果这样行不通 那就只能削除他们的封地 再不行的话就变质其人 如此都还不行 那就只能举兵法治了 朱颖文的回答 朱元璋很赞同 朱元璋没有直接告诉朱颖文答案 而是要他自己回答 是因为他从来没有考虑到藩王的威胁吗 这就不对了 朱元璋从制定藩王分封制的时候 就考虑到了隐患 朱标在世时 他就制定好了应对策略 将藩王对皇位的威胁降到了最低 这第一个应对措施呢 就是除太子之外的皇子 到了一定的年纪 必须出去就藩 这样做 就是为了防止皇子和朝臣勾结 对太子不利 第二个应对藩王的策略 规定在外就藩的藩王 没有得到皇帝的诏令 不能私自离开自己的封地 也不能前往京城 要是违反规定 便会受到惩罚 藩王得到进京的诏令 还必须得错峰出行 藩王与藩王之间不能私下碰面 这是为了防止藩王之间勾结 第二个应对藩王的策略 是对兵力的控制 藩王到封地就藩 有些封地特殊的藩王 手中必须得有兵力 好镇守自己的封地 朱元璋想了一个办法 为了防止藩王毒大 他规定 藩王手中的兵马 最多不能超过两万人马 这些防范策略 已经大大的约束了藩王 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朱元璋在世时 藩王没有出现过任何异动 到了朱永文坐上皇位时 情况发生了变化 朱元璋又是怎么规避风险的呢 他临终前连喊的三声 朱棣来否 就是他的应对策略 可惜朱永文太蠢了 没有明白朱元璋的用意 让朱元璋最后的应对策略废了 朱元璋在驾崩前非常奇怪 为啥嘴中一直喊着朱棣来否 这就是朱元璋 给朱棣铺的最后一条路 可惜没能成功实施 朱元璋嘴中喊着朱棣 很有可能是 他下了密照 让燕王朱棣进京 朱元璋的喊话呀 不可能是没有缘由的 也一定不是因为想念儿子 藩王没有诏令 不得进京 朱元璋问朱棣来否 一定是下了密照 让他来京城一趟 为何说朱元璋的策略废掉了 是因为他临终前喊了三声 朱棣来否 却没有一个人回应他 朱元璋病危了 那朱元璋和臣子们 应该都会守在他的床前 这么多人 却无一人回应他 绝对不是没听见 只有可能是他们都听见了 但故意不回应 因为朱元璋嘴里喊的人 是燕王朱棣 如此敏感之人的名字 出现在这个时候 只会让朱允文觉得 爷爷这是突然 想换大名的继承人吗 这样的事情 朱允文是绝对 不会允许发声的 所以 面对爷爷的三声询问 他没有做出回应 那朱元璋的三声 朱棣来否 究竟是想要表达什么意思 其实啊 他不是想换继承人 问朱棣来没来 其实是要对这位 最具威胁性的藩王出手了 朱元璋会选择在临终前 照朱棣入京 一是顾念亲情 毕竟是自己的儿子 要杀的话 确实有点下不去手 其次是降低朱棣的防范之心 朱元璋以自己病重为由 照朱棣进京 朱棣一定会来 最后就是为了 将杀朱棣的影响降到最低 为了稳定朝堂局面 因为朱元璋知道 燕王朱棣是实力最强的一个藩王 他在世的时候 朱棣不敢轻举妄动 但自己死了 朱棣一定压不住这个皇叔 想消除朱棣这个威胁 唯一的办法就是除掉 朱元璋召见朱棣进京 不是想杀掉他 就是想圈锦他 只有这样 朱永文的皇位才能坐稳 朱元璋才能安心的离去 除掉燕王朱棣对其他藩王 也有震慑作用 牺牲一个儿子 换大名江山稳定 这样的事 狠心的朱元璋是做得出来的 但因为朱永文的不理会 让朱元璋的这步棋废了 本来可以避免的静难之一 最后还是爆发了 我想朱元璋病逝前 召见朱棣进京 朱棣一定是来了京城 因为他不能抗治 为什么他最终 没有出现在朱元璋床前 很有可能是因为 朱棣故意拖延时间 不想见到朱元璋 因为他太了解自己的父亲了 进京对他一定是不利的 朱棣没有猜错 也幸好有朱永文的不回应 才让他逃过一劫 身在皇家处处充满了危机 就连自己的父亲都要提防 不知生在帝王家 是幸运还是不幸呢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喜欢我们的视频 不要忘记留下您的点赞和关注哦